大家好 我是夏拉一 2006年的时候 一名17岁的女孩在自己家中惨遭杀害 调查工作进展的极其不顺利 今天这个故事是对这个谋杀案的一个分析 它有两种解释 但实际上这个文案它又有两个故事组成 一次听两个故事觉得自己赚到了没有 我觉得我赚到了 我想说的是 如果当时这件事情处理得当的话 可能在那个时候真的就是能够找到凶手的 但是就不会有后面的事情 坎蒂斯·希尔茨出生于1988年12月22日 他和父母和兄弟姐妹住在科罗拉道州的卡农城 尽管父亲在他五岁的时候就去世了 但是他本身的自身表现非常的粗色 他在学校被称为是神童 他非常的聪明 11岁的时候就开始自学微积分 他被认为是一个假小子 因为在他的成长过程中 只有他的兄弟们 他非常喜欢健身之类的东西 跑步呀 健身房呀这样 那他也非常喜欢的珠宝 他非常有两面性 他很小的时候就对众议充满了热情 总是希望去帮助别人 敢于反抗学校里的恶霸 坎蒂斯梦想着进入斯坦福学院 成为一名最高法院的法官 案发的时候 他是伯明汉大学三年级的学生 后来呢 他被斯坦福学校给录用了 但是那时候他怀孕了 他选择将学业完全转移到网上 这样他就可以在家里带孩子 佩奇宝宝呢 出生于2015年9月 他出生的时候患有脑积水 这可能导致脑损伤 或者是发育迟化 还可能导致孩子在很小的时候就死亡 这让坎蒂斯想尽可能的去享受 和佩奇在一起的每一分每一秒 他希望每一分钟 每一天都变得特别 非常的有意义 基本上 他让每一天都是 好像是佩奇的生日一样 坎蒂斯呢 有个哥哥 他叫詹姆斯 他患有严重的心理障碍 他对其他人非常的偏执 甚至他独自一个人 住在树林的状况里面 情况非常的糟糕 他无法从事正常的工作 没有朋友 甚至无法和自己的家人在一起 他甚至不再相信自己的母亲是他的亲生母亲 他认为是那个女人做了什么事情 把他的母亲给嘎了 然后他是一个冒名顶替的顶替者 除非那家里没有人 否则他是不会进这个房门的 由于严重的心理问题 他经常被送到科罗拉多州的精神卫生研究所 坎蒂斯本身他非常的爱他的哥哥 总是非常的保护他 2006年8月10日 副警长罗伯特德德和一名副警长 两个人一起来到坎蒂斯的家 他们就想该地区的一些非法入侵事件 去询问詹姆斯 但是那时候詹姆斯不在 因为他不住在那个房子里面 所以副警长最后和坎蒂斯 还有他的妈妈 德罗雷斯两个人交谈 他们两个就是对听到警长说的 这个副警长说的这个问题 非常的不太满意 坎蒂斯最终因为和副警长 发生冲突 因为副警长跟他母亲说话的方式 惹怒了他 最后副警长多德告诉坎蒂斯 如果你再不能控制自己的这个情绪 我就会逮捕你 你知道坎蒂斯做什么 坎蒂斯就要伸出手 他说你逮捕呀 你来呀 你现在就可以逮捕我呀 甚至他说如果你这么做的话 我就会告诉其他的警长和副警长们 因为坎蒂斯看到了他就是多德 在镇上收集毒贩的可疑信封 这个事情是真的 信封里面是者是什么 我们大家也懂啊 多德最后呢非常生气 然后就离开了 此事发生后不久 他们家的狗就失踪了 他们就觉得这家人就觉得很奇怪 坎蒂斯觉得很奇怪 尽管他们不去深究 因为他们住在的是一个森林茂密的地方 他们认为有可能这个狗是被其他动物给袭击了 给带走了 另外呢就他们觉得狗失踪这件事和多德争吵之后 没有多久就发生的 所以他觉得这个是可能是多德故意为之 为此去恐吓这些家人给他们一种威胁 也正因为如此 母亲不放心把坎蒂斯和当时只有11个月大的 佩奇独自留在家里 所以他那天要出去 案发那天啊 他要出去买东西的时候 他就托邻居照顾了他们家 这母鱼两个 这个故事最后有两个不同的说法 就是案发那一天的故事 有两种不同的说法 第一个版本是来自邻居的 邻居声称他去过他们家 看过坎蒂斯 但在房间里面 他没有找到坎蒂斯 只看到婴儿佩奇在婴儿床上哭泣 于是他抱起了婴儿 回到自己家安抚他 直到下午3点30分 母亲回到家里的时候 他才把婴儿还给他 这个是邻居的版本 就是第一个版本 第二个版本就是他来自他母亲的 母亲德罗雷斯 他是这么说的 当他回到家的时候 他看到到处都是血 他没有看到坎蒂斯的踪迹 他立即就跑到了卧室 佩奇宝宝呢 当时在婴儿床上面 细丝底里的哭泣 他看到坎蒂斯的这个床下面 有一条卷起来的绿色棉被 当他把棉被拉出来的时候 他看到了坎蒂斯的尸体 并声称他的头部被枪击击 这很多次 以至于他75%的头部都已经看不见了 这个事情最后就被标记为了严重斩首案 负责此案的两名警长 分别是副警长菲克斯和副警长多德 调查工作竟长得非常的糟糕 多德这个名字又来了是吧 当天他们让这家人离开他们家 但这家人回来的时候 他们的门却是敞开的 犯罪现场也没有应该像我们就是电视里面看到的 也没有用黄色胶带给围起来 也没有任何迹象表明 这个是犯罪现场 因为门是打开的 尤其是他们没有任何的这个障碍物束在面前 在他们打开门警长离开之后 警方离开之后和家人回来之前 任何人都可以这样堂而皇之地走进去 去弄乱留下的任何的证据 警员们还错过了一对散落在房子里周围 和各种各样的明显的证据 这让他们一家人 这样母亲和其他的兄弟看起来 就他们警方就没有费心思去找线索 地板上呀 壁炉周围呀 都有散弹枪的这个弹壳 婴儿床里面甚至还有一颗散弹枪的弹壳 他尸体就裹着那个血淋淋的棉被被丢弃了 看起来像是被袭职者用手拿过的这种血淋淋的毛巾 还有坎蒂斯当时穿的那个血淋淋的衣服也找不到了 当时巧的是什么呢 坎蒂斯他有很多兄弟嘛 有其中有一个兄弟学的是什么 学的是法医学 所以他和母亲做了警员应该做的事情 戴上了橡胶手套呀 把留下的每一个证据都装在袋子里面拍照 并且贴上标签 然后把他们带到警长办公室 为的是什么 为的是让警方拿走这些证据啊 对不对 但是当他们到达警长办公室的时候 母亲要求和警长布里克斯和多德 多德是副警长 他们两个谈话 他想知道为什么这些重要的证据都被留在了房子里面 于是他被告知两位警长不想和他说话 因为他的情绪不在一个 不在一个condom的这个层面上啊 另外警长说了 太忙了 我没有时间 所以呢 他就等了一会儿 这时候有另外一名小警员出来跟他说 他已经跟他解释了所有的一切 并要求他们 你母亲和孩子带着这些证据 你们回家吧 之后不久之后呢 这个警长带着收藏领来到他们家 要求交出证据 但是我想说的是 哎你们不是很忙吗 你们不是没有空吗 怎么又想回来拿证据了呢 最后警方表示啊 这件案的嫌疑人是谁 坎蒂斯的哥哥詹姆斯 因为他们找不到 还会有别人干出这件事来 我又想说了啊 其实你们找了吗 你们用心找了吗 你们证据都是后面才拿走的 你们怎么可能找到第二个嫌疑人呢 所以他们只知道 詹姆斯做嫌疑人就对了 这个真的非常可疑啊 因为你记得吗 他们那一天到他们家的时候 就是因为想去逮捕詹姆斯 想去询问詹姆斯 才到他们家的 母亲试图向他们解释 詹姆斯是不会干这样事情的 因为什么呢 因为他有严重的心理问题 如果家里有人 他绝对不会进屋 但警方怎么可能去听母亲说的话呢 警长部门发声明表示 正在追捕詹姆斯西尔茨 这名男子非常的危险 因为他手上有枪 有步枪或者是0.22口径的手枪 在搜寻詹姆斯的过程中 有人在树林里发现了他家的那只狗 他被绑在一棵树上 并用斧头给打死了 8月15日 就是在发表声明的三天之后 詹姆斯被发现在山上露营 于是警方就逮捕了他 他被指控犯有一级和二级入室盗窃 非法入侵 偷窃和恶意破坏罪 警员们还声称他曾经闯入另外一所房子 偷走了手电筒和斧头 你们有没有发现 他犯的是什么 一级二级入室盗窃等等等等 为什么呢 因为到最后到现在 詹姆斯从来都没有因为 坎蒂斯谋杀案的有关的任何罪名 受到指控 直到今天 他还是被列为是主要嫌疑人 当他被拘留的时候 他们发现了他身上没有枪 所有针对他的指控 都是因为精神错乱 最后被撤销了 他被送回克罗拉道州的精神病院 每一次 詹姆斯释放 并且回家探望家人的时候 警方们都会继续骚扰他 有警官会站出来反对 我不同意释放他 称他仍然是一桩谋杀案的嫌疑人 所以他就会再一次的被送回那个精神病院 所以就是什么呢 出来送回去 出来送回去 坎蒂斯谋杀案的尹尸检报告长达十一页 他被枪击了七次 其中六次击中头部 一次击中胸部 被三支不同的枪击中 一支是散弹枪 一支是中口径手枪 另外一支小口径枪 他还被从身体的前面和后面给击中 他的侧面还有八到十处0.22口径子弹的伤口 根据学技 他至少被两人给击中 这应该有助于完全排除詹姆斯的可疑性 因为詹姆斯不仅是一个非暴力的人 而且他不喜欢和任何人在一起 他不会做任何一件和别人一起做的这样一件事情 报告称他被三支不同的枪给击中 但是母亲只发现了两支枪的弹壳 分别是散弹枪和0.22口径的枪 于是这个毛巾也进行了DNA的检测 检测到一名不知名男性的DNA 尽管他们掌握了所有的证据 可以排除了詹姆斯作为嫌疑人的可能性 但他们仍然坚持认为 詹姆斯你就是凶手之一 仍然没有认真对待这个案件 最终的母亲向司法部的警长部门提出了投诉 声称其中一名警员可能是腐败的警员 也有可能是参与了这个谋杀案 于是在接下来的十年里 坎蒂斯的案件一直悬而未接 几乎没有调查 也没有线索 直到2016年12月17日 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过那种 美国小型这种拍卖会 就是卖那种小仓库的那种 就是卖那种有人给不起房租啊 一直拖着啊 这种小仓库就会拿出来拍卖 买家呢就是通过 就是你往里面看一下 你不能进去看摸一样美样东西啊 你只能看一下啊 你买下来之后才能打开 里面是什么东西 在拍卖会期间 你看不到 有的会给你看一点 你看不到 基本上看不到的 你看不到内部 只能从外面偷看 在2016年12月17日 道森牧场有一个小型的仓库 就在那个拍卖会上给拍卖了 这个买家人叫里克拉茨拉夫 他曾经是一个街头的赛车手 经常跟警方发生冲突 所以在警方的那个啊 这个list里面 他的名声是非常差的 在拍卖会期间啊 其中有一个单元 就特别引起了他的 里克的这个兴趣 当然还有其他的买家嘛 我们今天讲的是这个里克啊 他看到里面 有一些摩托车的车灯 因为他喜欢摩托车 他想50块钱 他最后以50块钱价格买下来了 50块钱这些车灯 都指这个价格嘛 对吧 当他进去的时候 他发现里面有很多 写着证据的信封 装有蛋壳的盒子 沾满鲜血的衣服 还有其他的东西 比如说沾满鲜血的绳子 沾满鲜血的袜子 沾满鲜血的斧头 除了所有这些证据之外 他发现了里面 有一些非常奇怪的东西 那就是福里蒙特县 警长们的物品 例如他们的制服 他们的警用报警器和车灯 于是里克 虽然跟警方的关系不成很好 但是处理方式还是对的 里克立即打电话给警长部门 并与警长吉姆贝克交谈 然而他觉得贝姆对他有一些敌意 他声称这些证据 可能和坎蒂斯 西尔茨的这个谋杀案有关 但是那个时候贝克就开始威胁他 说他现在可能因为 那个储物箱里面发现的东西 而处于危险之中 现在更可疑的事情就发生了 副警长多德 那个时候就开始联系了里克 询问他在储物柜里面 发现了什么东西 因为为什么呢 因为那个储物柜 原来是副警长多德的储物柜 副警长多德没有提到 储物柜里面有任何的证据 但是他告诉里克他想买回 他储物柜里面所有的东西 因为那些东西对他来说 是一种童年的回忆 但是里克说我不卖 sorry我不卖 这导致了多德和警长办公室 的人就慢慢的开始骚扰里克 里克最终允许 警长贝克来查 他发现的那些证据 考虑到贝克和副警长多德 之间他们的关系 里克那个时候就偷偷让他的妻子 记录了这次的见面 我在这里先要表演一下 这个贝克警长 你们就知道 我现在讲上去 你们就知道为什么 贝克警长表示 在调查完这些物品之后 他将所有的证据 都转交给了 科罗拉多州的调查局 并在将物品转交给他们之前 就拍了照 他们正式接手此案 副警长多德 那个时候也被停职了 等待调查 所以我要表扬一下贝克 虽然他跟这个里克的关系 并不是很好 但是公是公 私是私 还是分得很清楚的 在进一步调查证明之后 这个绳子和斧头 就是用来砍死 他们家那只狗的 袜子也被证实是坎蒂斯的 是他被谋杀 当天穿的袜子 这就验证了什么 验证了母亲当年提出来的 其中一名 啊 腐败的警长 参与了谋杀案的这个理论 这个理论 当时看是非常非常有可能的 然而母亲非常的生气 因为她没有直接从警长部门 或者CBI那里了解到 女儿案件这个更新的这个细节 而是通过媒体才知道的 此时母亲和其他人来说 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清楚 副警长多德 要么就是自己参与了谋杀案 要么警长部门的其他人 也参与了其中 她试图掩盖真相 不然她为什么要设法 把储物柜里面的东西给买回来呢 2017年真的是不一样的一年 两月份的时候 副警长弗里斯克也被停职了 等待CBI的调查 CBI认定弗里斯克在1999年 担任禁毒专员期间 和一名未成年的女性 发生了不正当的关系 然而和她发生关系的那名女性 最后决定不对她提出任何指控 因此她最后被恢复了原职 4月23日多德决定退休 并举家搬到了德克萨斯州 在不到一个月之后的5月4日 她被控犯有两项二级不正当行为 和滥用公共记录罪 这些指控不仅针对 她在储物柜中发现的东西 还来自另一起 她更改公共记录的案件 而她无权没有权利去更改这些记录 5月17日 在垃圾填埋厂出现了一个新的证据 在垃圾填埋厂里面工作的人员 叫罗伯特·普罗顿 他打电话给了李克 说他们从多德的私人住宅中 捡到了一堆被丢弃的东西 包括了刑事调查文件 与性犯罪调查有关的视频和一台电脑 随后警方在里面发现了一张DVD 和一盘有关于性侵案的一些录像带 上面标着FCSO犯罪现场主法医灯 地方检察官的首席调查员 理查德·雷恩来收集更多的线索 2017年6月6日 多德本应该出席 但是他没有去 相反他让他的律师去代表他 他们将多德的预审会定在7月17日 在6月8日 地方检察官宣布 他们将对垃圾填埋厂发现的证据 展开一项调查 多德本来应该在8月30日 出席另一项预审 但他最终通过电话 出席了那场预审 之后他的律师表示 他们会达成认罪协议 2020年 一名法官驳回了对多德 证据不当行为定罪的上诉 他说他从未对储藏室中的物品 进行DNA测试 这意味着刑事起诉中 潜在的相关证据已经丢失 这件事情爆出来之后 弗里门特的警局的这个腐败问题 在新闻中引起了巨大的轰动 公众对此感到非常的愤怒 而且有消息称 首席警长贝克 是整个警察局中最腐败的警长 刚才我们刚刚表扬过 现在就不行了 这个就是今天这个故事的资料 这是冥冥中有天意 下面我讲两句 我的猜测 资料虽然就到这里 最后判下来没有判下来 后面没有人知道 但是我这里要讲几句啊 我认为 我本身我自己认为 警长他参与了坎蒂斯 希尔茨的谋杀案 然而这一理论从来没有得到证实 围绕此案的还有一些其他的理论 分析一下 第一 杀坎蒂斯的人根本不认识他 或者他的家人 这只是一起抢劫案 但是这条狗的话就很难解释了 难道也是巧合吗 从狗的事情上来说 这个是故意为之 他们一定知道这只狗是属于他们家的 然后先杀了这只狗 方便于以后直接去他们家去袭击坎蒂斯 这是第一 第二 坎蒂斯的谋杀案 是在和副警长多德发生激烈争吵后被谋杀的 而且是在他清楚知道多德涉嫌 阿巴拉巴拉腐败问题之后被谋杀的 而且是他在威胁多德如果在骚扰他的家人的话 我就会举报上级报告多德参与 巴拉巴拉巴拉这些事情 之后被磨刷了 所以这一点就非常的可以 是不是多德干的 第三就是网上有传言 这个凶手是婴儿佩奇的父亲 因为关于父亲的信息确实不多 但据推测他可能是不想要这个孩子 不想支付抚养费 可能把他对这种情况愤怒到了坎蒂斯的身上 但是问题是我有问题啊 这虽然这是网上推测的 但是我有问题 如果是父亲不想支付抚养费的话 他为什么要杀死母亲坎蒂斯 而不是杀死婴儿呢 你杀死婴儿你才不用支付抚养费 对吧 即使母亲被杀死了 他仍然是孩子的父亲 孩子仍然是活着的 所以他还是需要支付抚养费 所以我就觉得有一点奇怪啊 因为婴儿佩奇根本没有受到任何一点伤害 第四种可能性也是网上推测的 就是他的兄弟詹姆斯西尔茨 但是他当时有严重的心理问题 但我们已经知道了 他非常不喜欢人 他甚至不喜欢和家里人待在一起 而且他住在森林里 而且他非常害怕和不适应的人一起相处 已经证实了这起谋杀案 至少有两名凶手 而且由于他很可能永远不会和其他人在一起 尤其是谋杀自己的妹妹 所以他极不可能是凶手 而且即使他是凶手的话 那么谁是第二名罪犯呢 好 这就是这起案件所有的资料 这说的两个案件啊 第一个案件就是尸体在三年后被发现了 就是老公干的 然后这起案件在十年后被发现了 是某个事情 对吧 好 共同点是什么 人在做 天在看 祝大家周末愉快 下视频再见 拜拜 谁 Freunde 跟他说什么 怎么不处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